说明了中共的对香港的政策是失败的 那简单来讲是一个专制的问题 一个很多人本土派的朋友 就说是一个殖民的问题 但我们放在20年的那个周期来看 从97年一直到08年 我们看到香港人的中国人认同的 那个指数是飙升的 就是不是飙升也是环环的上升 到08年奥运会达到巅峰的 从08年之后就是十几而下 那当然说中间牵涉到很多的问题 比方说有保育的运动 高铁的问题 五区公投 之后出现了《承邦论》的那个书的出版 还有加上一系列的 关于梁振英执政年代推动国民教育 激发起反国教运动 还有在14年的雨伞运动 以及那个后来这个16年的那个 我们俗称鱼旦革命其实是一个旺角的一个骚乱 那这一个系列的事情体现得出年轻人一代 一个他在本身在经济上没有办法有投入 这个是一件事情 更重要的是体现到他们作为一个香港人 跟中国的政府 中国现在的很多的实际上的生活的一个面貌有所不同 他们想保存自己的生活的模式 其实如果一国两制能够建设的好 确保的好 他们也不会走到这个极端 那他们现在走到这个想法 原因是在于说在政治上文化上经济上 感到缺少了希望 缺少了一个动力 可以维持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不变 也就是说刚刚郑教授提到的 这个50年不变 基本的生活的方式不变的问题 那这一种失落感 刺激起很多的年轻人 开始想说要有什么样的方法 能够破除这个框架 所以本土思潮跟自觉思潮就因风而起了